我不在那里吃饭 我四村我只夹两个土豆 确实有辣 哈哈哈哈 厕所的 哇 哇 哇 这就是熟悔牛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丹牛 我现在在上海的虹口区 今天第一家 我们要找一家 称霸上海十几年的牛蛇拌面 然后下一家老网红店了 号称上海第一名的葱油饼 再来我们往杯走 找一家非常小的糖水铺 听说它的特色饮品非常好喝 那最后呢 最后这一家 我最期待了 号称是魔都肉最多的肉夹馍 到底有多少肉呢 走 我们去看看 大家最常点的是牛蛇拌面 牛蛇拌面 那我们在那边能收什么 啊 我要一个牛蛇拌面 加个荷包蛋 可以 可以 现在人少 我们才拍比较好 对 我们半点就够了 这个地方小 对 没去过 9222你还烧在那里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我还要 还要拍几家店 这个是什么 葱油 好 你放这边 好好你放这边就好 好谢谢 芹菜 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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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酸菜 大家是不是说你们的土豆泥辣酱好吃啊 很辣吗 对 当当辣 酱会太多吗 我不知道你吃啊 我应该 以上来人的标准还蛮能够吃的啊 就这样吗 我四川了 我只加两个土豆 天哪 哈哈 来大家 拿到这碗面的 既然是拌面的 先把它拌一拌 好了 拌的也差不多了 来 马上来一口 确实有辣啊 面是微硬的 然后跟那个Q弹的牛舌有一个口感上面的对比 酱油咸香 葱油的那个油香 然后还有那个卤汁的那个酱香 混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好吃的面 来现在试试看这个牛舌 Q弹鲜的 有一点点那个牛肉的那个特别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蛮不错的 吃荷包蛋 嗯 烧鲜一般 荷包蛋一般 它还有配一碗汤 嗯 淡淡的鲜味不咸 还带点咖喱味 算是中规中矩吧 但是蛮不错的 嗯 嗯 倒上锅嘛 大好 太棒 不过 那个土豆辣酱 我加了大概两勺吧 45块土豆 我是觉得刚好 辣度刚好 嗯 就是可以接受到 可以接受的范围 没有到超辣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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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这个就是开了40年的鲜味面馆 拌面确实是不错 牛舌就算是锦上天花了 所以你其实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料 不过牛舌比较特色嘛 不过一晚30这个价钱 大家自己觉得价钱如何呢 好了 那这个是第一家店 下一家 走起 后面还是摩天大楼 现在旁边 一条街 一个街口 后面就是一些老房子要拆迁的 还蛮常见的 这种小路老房子 骑起来还蛮舒服的 来 骑脚踏车 去下一家 好来 我们下一站 提兰桥老摊头 葱油饼一号 走 去看看 你好 我要一个葱油饼 你一天卖多少个葱油饼了 有没有算过 一天 600个吧 挺不错的 我不是我拍自媒体的 对专门拍小吃比较多 这个是猪油吗 哇 就这样做吧 前眼前往下 鸡腿 年为了 年为了 对专業 专家被 问你 做罗子 可以吗 这是 对专家的 判断了 对专家人 是 为了 明天 都 non 这种 一个的吗 好好谢谢谢谢 来大家拿到我这个葱油饼啊 刚出锅的 很烫 而且好酥脆 马上来试一口 真的是外酥内嫩 还带了满满的葱香 我还觉得蛮好吃的 这七块一个 我倒是觉得价钱还行 大家经过可以来测试看 拜拜 拜拜 我在骑单车去下一站的路上 但是我停下来呢 是因为前面好壮观的料 这样一家 也可能就是我大惊小怪了 不过感觉还是真的是满满的烟火气 我听说前面有一家黄桥烧饼很好吃 我们路过去看看吧 爸爸你们现在有烧饼吗 有啊 黄桥是个地名是吧 江苏泰新 江苏泰新 哦 你们开了多少年了 这个地方多了二十几年 上海已经多了三十几年 这一生老去多饼 好 对 还没什么 本来有点 就要留意 谁是 什么 你这些 初夏会过来的 那你们一天要给卖多少个饼啊 一千 举手一千八千八个 哇 这下 抽这饼好伤心的 这是学学之 这就是山椒 鲜肉的 鲜肉的 鲜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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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进去要烤多久啊 五六分钟 还挺快的 这些都是在等刚出炉的烧饼 来 拿了一个刚出炉的鲜肉酥饼 其实感觉也有点像鲜肉月饼 来 马上吃看看 你不知道应该放过一下火了吗 嗯 里面肉满满满 还有肉汁爆出来 哇 哇 哇 外皮微酥 没有很多层 可是整体吃起来口感很好 好 谢谢老板娘 来 这拿到第二个了 这个是 萝卜丝 萝卜丝的 外面放满了芝麻 表皮也是很酥脆 嗯 越酥又嫩 里面萝卜是蛮鲜甜的 再一个 我们米皮是很新鲜的 大家要吗 我们就是新鲜新鲜的 哦 当天梦当天做 哦 所以说我们保持天天保持新鲜的 有点烫 哇 好烫 哈哈哈哈 那个咸烧饼是不是跟萝卜是有点像 只是包了料啊 嗯 那有没有 那会不会建议我吃个甜的啊 有甜的吗 哈哈哈哈 啊 那没事那没事 有什么吃什么 吃个梅干菜的吧 哦 好吃梅干菜的是吧 好的好的 这是梅干菜的是吧 哈哈哈哈 来 这个是梅干菜 试试看看 嗯 嗯 嗯 也是酥的吊渣啊 梅干菜其实蛮香的 一点也不咸 有个韵味 还不错 都是我亲自烧的 嗯 是吗 梅干菜烧了12年啊 都是我 我家里所有的平常 都是我们亲手做渣渣 是吗 都是我自己搞的 嗯 什么平常都是我亲手做渣渣 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么远啊 老板娘你脸红了 哈哈哈 是吧 是吧 谢谢老板娘 谢谢老板 我先拜拜一下 这个是结尾 拜拜 给你们拜拜 拜拜 拜拜 来下一家就在前面的啊 很小的摊 要拐进一个小巷的社区的活动中心旁边 走去看看 你好 你好 我可以要一个招牌是木梨是吧 嗯 拍视频可以啊 可以 还有一个是那个爱玉拼盘 两个 木梨 木梨是什么 植物做的 然后喝的时候嘛 你把那个吸管化中间的面 因为这个是冰糖粉嘛 可能会 啊 你一下一口食道糖可能会甜 好好 还有一个爱玉拼盘 这个是花生红豆 红豆 好像就跟你们老家东西差不多了 这个是玉圆吗 对 好 谢谢 好啦 拿到我的这个爱玉拼盘跟这个 木梨 老板娘还真的蛮有趣的 她就跟我讲 这个嘛 也不要期望太高 也不是说多好吃 就是一碗吃饱 我们就不要抱太大期望 我先试看看 料很多 有这个透明的像是爱玉的 还有龟苓膏 然后还有 那个乳白色的是什么 奶洞 奶洞 红豆 玉圆 哇 好多好多料 来马上吃一口 确实吃起来不像爱玉 就是像个果冻 透明的果冻 其实口感还蛮不错的 吃看看这个龟苓膏 嗯 吃起来真的很像仙草 有个有个那个青草的香味在 好吃的龟苓膏 嗯 玉圆 Q弹 微甜 口感不错 还有蛮多的奶豆 嗯 淡淡的鲜奶味 只要你不是冲着爱玉来的 味道就不错 因为这个吃起来真的不像爱玉 现在换试他们的这个饮品 我们先试看看木梨吧 嗯 好特别的味道 还有点薄荷的味道 很凉 感觉就是你喝了会下火的那种感觉 嗯 木梨的口感比较碎比较软的果冻 这个还比较像爱玉 来这个是桃椒木梨酒酿 我们也来试看看 嗯 酒酿很香 其他的还没喝到 嗯 软软的QQ的 很滑很顺 然后配上一点那个木梨 像果冻般的口感 而且这个不会很甜 更像是一个酒酿版的饮品 但也不错 好老板娘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来大家 肉姜我就在后面了 走去看看 我要一个巨无霸肉夹馍 都走着 哇都走着 哇 哇 哇 这里面还有一些皮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啊肯定的 肉脂啊 啊 这什么的好事啊 你又有肉样模是吧 对对对 我要一个巨无霸的 好 哎你这样拍就可以可以拉的 咱们弄出 过去的我拍都得稀罕一下 我我我 哎呀 请你再来一点啊 好 好好好 那你尝试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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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夹了 哇 哇 嗯 嗯 感觉膜不够大 啊 膜不太大 这这这就是实惠一个 对好实惠哇 嗯 嗯 好谢谢老板 好好 大家拿到我的肉夹馍了 看一下 真的超大一个了 肉多以外还加了这个花干和卤蛋 马上试一口 哦 皮脆肉香 蛋痰 花干也多了一层 豆香 最惊艳的还是里面那个肉 那个肘子肉的精华一口满足 还有还有超级巨无霸 哎呀我不知道不然我也点超级巨无霸 哈哈哈 这个菜单上面还没有呢 老板很可爱老板拜拜 拜拜 好啦吃完这个肉夹馍啦 不过老实说它的巨无霸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花干跟卤蛋吃起来有点多余 味道确实是不错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 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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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